在今天的議程中 針對南投市區內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不單單困擾居民而已 更直接影響商家 但縣議員張家哲 希望縣府能夠在施工前 先與地方溝通 傾聽民意 才不會引起地方的不滿 希望縣府能夠神聖言議 警督這南投市中心 這個停車場 其實很多店家 一再跟我澄清 一再跟我反映 這個停車場的部分真的有需要 所以我這個蓋停車場 我是絕對贊成 也絕對要麻煩縣政府盡快做 但是我也要提到 這個也是有民眾剛才講到 我剛才講的這個反對聲音的 這個部分 當然這個無法每件事情 做到大家百分之滿意 但是就像我剛剛 這個提出來跟大家講的 這個民眾的心聲 我們要正面積極的來回應 我們也希望 我們政府在做這個工程當中 這個利益良善 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教育為百年大忌 但對於品德方面 許多家長都會疏忽 縣議員余秀英就希望教育處 能夠落實品德教育 從小培養才能夠確實讓孩子養成習慣 教育處 教育處 教育處長 從前院以來 他收的方便是不錯 但是 他上學期 本身有說 就跟你說 政喻前時 是不錯 但是你 下大圈 得到的 也是不進步 說實際 我們現在的教育 我說很多人 都有頭寒 車也有很多 但是最基本的 論理、土地、草修、平衡 都不及格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剛才做到 國家未來自豐豐 就要考慮了 在今天的議程中 針對南投市區內 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以及品德教育方面 縣議員張家哲 余秀英議員 都提出許多看法 以及意見 希望縣府相關單位 能夠審慎研議 並緊速改善 藉著陳偉一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下集中